而为了要纪念孔子2569周年的诞辰 美国南加州纪孔委员会 最近特别依循汉治古里隆重的举行纪孔大典 就是要让美国主流社会多认识中华文化 这个纪典本身就有代表有这个传承 还有这种很有文化深度的一个展现 那同时参加的人其实除了我们乔社的朋友之外 也有我们这个海外青少年志工 这个年轻的小孩十几岁的小孩 也有一些我们主流的朋友 所以也是有这个文化交流跟这个教育下一代的 这样的一个意义在里面 我们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在我们生活之余 有时间来实施多多思想 他的教训他的教诲 然后对我们这个社会对我们这个国家 能够更能够进步 在鼓声中身穿黄色鼓服的八位挥声率先入场 紧接着三十六位义声也入场就位 义鞠躬 而穿着蓝色长袍的祭祀观 代表大众向至圣先师的画像鞠躬致敬 依循千年古礼的忌孔大典正式开始 在庄严的鼓乐声中 三十六位义声整齐画一的线跳六亿五 这个难得一见的仪式 吸引了许多民众前来观赏 纷纷拿起相机拍照留念 在隆重的仪式结束后 主办单位还请来醒师团 炒热现场气氛 就是要祝福伟大的老师们 教师节快乐 除此之外 舞台上还立着一头大金牛 背上挂满了毛笔 并让民众效仿古代学子 拔智慧毛来增加智慧 这场每年坚持举办的季孔大典 不仅宣扬了中华文化 也丰富了侨民生活 更希望海外侨胞谨记 尊实重道的优良美德 东新闻英红文在洛杉矶採访报道